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太太再吃些吧 算了 老太太还是惦记着明姑娘呢 她一个小孩子家家的 原想她安安稳稳地嫁个中等人家 图个清闲和顺 偏偏落入顾家这个多事之地 真是 老太太 前厅六姑娘和主君吵起来了 什么 四姑娘非要把林小娘的牌位 安放至于清惯 六姑娘咬定不肯 主君真骂六姑娘呢 看看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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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且宽心意 姑娘是稳重从容 是个能再三隐忍 多思多想的性子 绝不会治愈未知点小事情 和主君顶撞 你也不知道她 这丫头什么都好 既不惹事也不怕事 可是只要提起林青霜 她就是要吃人 快走 四姐姐 以为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不以小娘的名声 在我父亲面前装娇弱 半委屈 你我之间 本可以和和气气的 可是你非要将这层 纱布扯破 往我嘴里塞恶心我 就不要怪我下你的面子 岂有此理 不要以为 你攀个朝廷新贵做夫婿 你就可以任意撒泼了 爹 当时我给我小娘做法事 只求您去法事场看一看 您嫌繁琐不肯去看 我小娘 为什么会因为子大难产而死 为什么去看她的郎中 去了一次就再也没回来 林青霜流水一样的补品 送到她那里 到底是按着什么行政 您有想过吗 你住口 你这是做什么 你抽这些成年旧事 你把它翻出来做什么 你这是在逼问你的父亲哪 是您逼我的 林青霜纵女偷情 这才成了这门情事 您当日恨得咬牙切齿 可如今这才过了多久 全忘了吗 我说些什么 这都没有的事 怎么没有 六姑娘 你要谨言慎行才是 你以为你现在有了父亲 我这个当父亲的 就不敢教训你了是吗 我今日就好好教训教训 岳章大人 岳章大人 我来接你回家 我来接你回家 但好像我来得不是时候 又好像是时候 这正是时候呢 六姑爷 你用饭了没有 要不然先坐下来用个便饭 来 万人 饭也是没法吃了 咱们就回去吧 四姨姐的小娘背了人命 我觉得不宜再出现在玉清冠里 更不适合再出现在盛家的族谱里 你又跑来胡说些什么 这 这怎么能行呢 这好 这也是为我们圣家添了难盯的 这怎么能送 岳章大人 我家娘子 为了圣家的名声 为了她哥哥的功名 姐姐的清誉 一直迎人 做人嘛 你疼疼别人 别人也疼疼你 既然这样 你们反倒拿她的慈悲心肠 来要挟她 这不太合适吧 况且 长风兄弟 日后也是要科考的 若她有一个杀人犯的命迹 只怕说出去也不好听吧 你们夫妇俩 说是就是 闭嘴吧 闭嘴吧 走吧 不进去了 有人护着他们 我进去做什么 我把盛家这一头料理好了 她自然什么都好 尝尝 这是求同同学做好 新出的五点 小桃和丹鸡都喜欢吃 我给他们有一种大 你啊 向来能算得定做得完 我从来没见过你 今天这个样子 又要不做好 现在才发觉上当呢 你温柔的样子 我喜欢你 你这么把握 你人撕破脸的样子 我也喜欢你 不对 更喜欢 现在想想 你从前算得定 是因为你心里 根本就不在了 可是你对你的母亲的爱 是最深的 我听见 你被你母亲说的那些话 看着你为你母亲 做的那些事 她自己想想 我已经没有机会 为我的母亲做任何事了 你为她做了 她最想做的事 是啊 我为她争得了告语 不 你能平平安安长大 就是她最想做的事 更为她做的事 我为她想做的事 不许可 comple 她和她的心情 作为她的事 我希望她在里面 她是严肃 她是严肃的事 去老太的房屋 也是同样的心愿 这么多年 我手镯盛临 也是为了他心愿得罪 这段男人 用在扬州城的大街上跑着 跟我说了 你母亲快不休了 我看到你满手满脸的血 你就下去了 我的母亲也是因为生孩子 丢了血泪 用手看着你 我就会看到我自己 所以你带我去雨滚 替我去找郎中 还带我去住林青山 我心里 我是感激你的 你以前都是叫阿娘的吗 为什么现在叫小娘啊 她不让我叫她阿娘 说着你一份见语 说在我心里 她就是我母亲 小娘在离子前 逼着我改了称子 说 只有这样 我才能在盛家活下去的 你把我们俩里 把岳母的灵卫 搬到玉群灌的正殿里去吧 你叫她岳母 她是一种增归的女朋友 我自然该叫她为我 我 顾后 什么都别怕 想叫儿娘就叫儿姑娘 如今刘妹妹 盼上了顾后 又得了告明 竟如此专横霸道起来 我如此求她 她都不肯 也是可怜了我小娘 连个牌位都 吃饭 可怜官人刚才都没吃两口 官人多吃些吧 官人也莫生气 那个顾后如今是红人 自然是专横霸道惯了 咱们如今也只有咽下这口气 安官自有糟 官人只要多用些功 日后金榜提名 文官清零 终究是比她顾廷叶厉害 到时候再抱这口气 你给我住口 你给我住口 我问你 你和我在郁亲冠相遇 是你说的偶遇 还是你处境截律而来 这是上天的安排 前世的姻缘啊 你想清楚了才告诉我 实在是偶然遇见 我自打金鸣池旁遇见你 我心里我 你若不想说实话 我就亲自去问你的六妹妹 她从小记献我财情 你如今又得了高位 自然是为了挑拨你我 你为何不信我非要信她 我也不信她 我和她在你父亲母亲面前对质 当面罗对面罗 总有一个说的是实话 大宅院里真宠的事多了去了 弄到最后最多被赶出门去 闹出命案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们母女俩是合起的很多 我是为了在郁亲冠与你相见 可那也是因为心存爱意 只判一件啊 我自小在盛家 身为庶女却一少时过得苦不堪言 只能独现师叔一记才情 我以为遇见了你 得见良人可以逃出身体 没想到 你竟然听了那些人的疯话 污蔑我和我母亲 你早知道 早知道就让我烂死在盛家好了 也不至于换来这伤心一生 乖 你想想 若我母亲是那如此歹毒之人 她怎会一个人孤零零地病死 连个牌位都没得供奉 一切比喻 不赦不赦 你爱信谁去吧 侯爷 大娘子 孤老太太过来了 正在偏听吃茶呢 我穿着官服不宜见长辈 换了衣裳就去 那 那我现在去吧 好 孤老太太身边 还跟着一位姑娘 并不像女婿的样子 可也不像是亲戚 那她是想塞给侯爷做妾 小唐 孤老太太是一个人来的 还是两个人来的 她是离了宣宁堂 一个人过来的 这秦太夫人 门都不想上 就想搞到家里击碎狗跳 大娘子不必担心 凡是有什么事 侯爷都是维护大娘子的 是啊 侯爷对我这么好 什么事都替我想着 我更应该让他省点麻烦才是 所谓男婚女嫁生儿育女 乃人之大论 以你的身份和地位 能嫁入我们顾家 也是极有福气的 可是这进门都快一年了 你这肚子怎么还不见有动静呢 估计是尚且没有缘分吧 之前二哥外事还有个孩子 如今也没了 就空在族谱上了一个名字 我们掌房人丁了落看着伤心 你既然事多不便 我给你找一个人放屋里好了 凤仙啊 上来见过夫人 见过夫人 见过夫人 这是 原本是庄上店户的女儿 最能制衣做饭料理一手好汤水 刚好放屋里 给二哥补补身子 往下 冻子 刚才下面的女士跟我说 看见古老太太带了一个 文青的小娘子来 瞧着面身都没见过 什么模样的小娘子 这长得还挺清晓的 把侯爷的官符写下 侯爷万福 这是 这是孤老太太送过来的姑娘 姓钱 叫做凤仙 方才前娘子已经给我家大娘子进了禅了 她答应了 孤老太太当面说我家大娘子生不出来 还说大娘子把侯爷身边的人都打发了 如今这个再不说就是善妒了 她是一口答应的 还是孤老太跟她说了半少才答应的 孤老太太都说了 大娘子自然只能应了 她倒是答应得快 我听了些赶过来都赶不上她这一盏茶 大娘子都是为了侯爷好 孤里头不缺这盏茶 别息怒 既然大娘子答应了 你就安排她到水仙阁去 别的也就话了 这凤仙啊就是好生涯 找她我算是费了劲了 若是能给二哥生个一男伴女的 我算对得起我哥哥 对得起祠堂那块单书铁券 这都是公母的脸面 无论这凤仙姑娘是生哥还是生姐 我跟侯爷都会后代她的 我都快走了 二哥回来了 我方向在路上遇着了翠薇 那就是见过凤仙姑娘了 这么快就叫凤仙这么亲热了 我已经把她安置到水仙阁去了 水仙阁 这是上好的院子 距离正屋和书房都很近 若侯爷要人伺候也辩解一些 我嫂嫂请大娘子说得没错 你这媳妇啊 的确是能干的主 我先父结婚十年 才生了我大哥 我大哥成亲十五年才有了贤家 姑母不给他们送礼 反倒给我这个新婚的人送礼 你大哥身子过不好 你父亲当年都是为了整个顾家 他们忙不到这头来 姑母当年出嫁 您作为长媳 不认识在婆家日子不好过 若娘家得利却还好 偏偏那个时候顾家亏空 险些入狱 行了 陈年往事还提她做什么 情急之下 便找了一个扬州颜商这么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人家结亲 被人笑掉了大牙 只怕姑母在婆家日子更不好过 只怕那个时候饭菜淡了些 都要你回娘家取言吧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生宅大院这些事 见得太多 猜得太多 姑母啊 您一腔愤怒 全部都倒在我母亲身上 我母亲过世了 您便拿我出气 别以为这些事我都忘了 好 今天你既然说到这儿 那我索性把话说开了 从一开始 我就断定你母亲不配做顾氏宗妇 如今你也有出息了 当初我是不带了你 眼下我也不想沾你的光 可你现在是顾家的主君 总该挑起这副担子来 四方五方落了难 丙哥也被流放 你总该快快并赴供养寡母寡嫂才对的 那夫人 你瓦将都要选一个月 这一日一日地拖着 怎么是个事 只怕你是听了我继母说的话 才怒气冲冲地冲过来 要给我塞个小妾 好恶心恶心您拦吧 若不是得了你的授意 这小房出身的怎么敢如此 还没并服 她已经派个人来杀我一道 若并了服我还有命在吗 不不 这事怪不得你们 你这是郁家之罪 她秦大娘子杀了你 对她有什么好处 自然是她儿子席绝这天大的好处 姑娘 你为人耿直 对她深信不明 难道 你从来没怀疑过她会害我 害我 这怎么可能呢 姑母 从小到大 我真的有如此顽劣吗 每次我闯了祸 她都护着我替我说话 而我父亲却打我打得更狠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二哥 我知道你性子娇烈 你继母行事的确是过了一点 但是这几十年来 她操持一家上下老小也不容易 你就看在自己父亲的份上 抬抬手吧 倘若她不再耍什么手腕 到此为止吧 我自然不会跟她计较我没完 姑母 你也帮我劝劝她吧 让她收手吧 别再抓着那些恩怨不放 不然的话合了府之后 我们没有好日子过 她也好不到哪去 她现在和你媳妇娘家的姨母 台湾的火热 我的话 恐怕她听不进去呀 小夫妻俩 把人给留下了 收了 我跟着孤老太太 看到她出门站了好脚 凤仙没跟着 这么说 真把人留下 太夫人何必管这个呢 横竖都是好事啊 你们本想着 那边定然不肯收人 只盼着孤老太太和二公子 大闹一场生分呢 自然就和太夫人走得更近了 现下既然那边收了这个小妻 我们再承认 就算多了一双眼睛 好住 又何止是这些 老二既然把别人收了 这盛家的姑娘 也不是一个愿意跟别人分床的主 这小夫妻俩 有门闹呢 只要吵呢 就不是铁桶一块 只要不是铁桶一块 那就踹 踹开 对 戳 也戳得下 也戳得下 瞧什么呢 这么入迷 莫不是外头有人了 这是我家里来的信 不是 这是我家里来的信 你家人叫你回家去 跟你说了人家 要你求我的恩典呀 没见识 在这伯爵府里头做女使 比外头富户的姑娘 都要抢上三分呢 可是 可是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当初在盛家的时候 林小娘就说半年放了我去嫁人的 可跟了姑娘来伯爵府 已将近两年了 我真的再也等不起了 你是我的陪嫁丫头 从圣服一起出来的 没我点头 谁敢放你回去啊 你呀 日后若是听话 痛我一条心 我帮你找个读书人嫁了 不比你现在回家去强了百倍 你去找官人来看我吧 就说我病了 脱疼得厉害 我会不会一直到的 阿弥陈欧换一人 我看你 我要去看他 有点儿子 我去帮你了 我去说我 好啊 那现在我就想帮你召开我 你不想想帮我 你不想帮我 你不想帮我 你不想帮你 你不想帮我 是啊 啊 公子 你这是要干什么 公子 你不用怕 我有事儿有问题 我记得当初 大娘子在盛嫁的时候 有两个贴身女士 一个叫陆仲 一个叫云三 他们俩都是他 从小长大的心意 可出嫁的时候 为什么他没有 带上他们二人 却带了你和俘虏 这我也不知道 这都是 家中大娘子安排的 你若说了 从此以后我等你 你若不说 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大娘子不是不让你出去吗 你现在出去 又有什么好的结果 倒不如跟我 不说富贵 至少安稳 说吧 他们俩都去哪儿了 听说 听说他们被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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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们 说他们串通了林小娘 偷放四姑娘出去和你 事后还将沈米做成熟饭 将风声放出去 大娘子呢 回侯爷 是去了水仙阁 给前娘子安置去了 这么晚了不歇着 有什么可安置 侯爷不知道 这前娘子只有一个女婿 和一个包裹 什么物件 不都得咱们大娘子去安置啊 她倒是个热情长 侯爷 侯爷这是生气 生气 生什么气啊 这床还颇侯爷的吗 傻姑娘 你什么时候见着侯爷 不睡主屋了 知道 这侯爷真是一婿子 比较 替身女婿子加一个 杂事除了我又加三了 我说这人去哪儿 我说这人去哪儿 原来都在这儿院里团着呢 侯爷晚安 侯爷来了 那您看看这屋里还缺些什么 我让崔薇记一下 明天去置办 缺些什么 一时半会儿怎么知道呢 今晚得在这儿且住着 多拥有 多看看 我才能跟大娘子回报呢 若是 都置办好了 不用操心 咱们回去吧 大体都好了 若 若要是要缺什么 也都是些琐碎物件 侯爷留着帮着看看吧 就当是您和前娘子的 洞房花烛了 我从来没有 对 我店里面 咱们 用 那么 侯爷 已经要三更了 安歇了吧 石头 已经三更了 我怎么没听到人打更啊 正屋那边还没没话 谁问你这个 小的也没有听到 打更的声音 正屋那边也没来话 大娘子 听说家里三哥屋里 又多了一个人 三哥哥的事又何干 听说是三娘子 贴三哥放的人 说是自己不变了 上次 上次见她 她还康见着呢 这就生病了 我还没泡完呢 不是生病 是我身孕了 开枪了 你是不是说我 但是肯定是只有鱼 我又来准备了 你先是在一监仇里一监 从前一般 不管 unplugゴコ 你这一种有点 姑娘您如今还没有动静 为什么就要替侯爷置办人呢 从来窃室 分三轴 外头聘的 旁人送的 家里养的 这古老太太 当着面塞人 我就是当个善渡的名声 一口拒了 那终究还是侯爷 和顾老太太缠斗 豪爷对我 实在是千亿百胜 如今的朝堂事物繁杂 这是何必让他操心 话虽是这么说 可是 若是姑娘你以后 真有了身子 岂不是还要再瘦 我知道姑娘心里不快 可若真到了那个时候 与其弄一些 不知道根底的人 姑娘倒不如让咱们自己人过去 这些年我瞧了 咱们院里都是好的 小桃老实 崔薇姐姐管着整个院子 也是老实人 若是下人有这个意思 愿意伺候侯爷 我觉得还好 若不然 那就是拿他们当物件来使 我可做不了 联系 是我没有容恩之量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真拿妾室当姐妹来对待 我 姑娘这是说什么话呢 谁也不会拿妾室当姐妹呀 可是 那到时候姑娘真有了身子 又让谁去伺候侯爷呢 我说什么 侯爷的心在什么地方 是勉强不来的 他要是心里有别人 我不安排 难道他找不着吗 那若是到时候 那若是到时候 侯爷真想要了什么人呢 那咱们 自己可得把自己的心 给守住了呀 我说 奴婢打水来 您洗把脸安置了吧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奴婢一直在这儿啊 是奴婢都不是了 天色晚了 奴婢这就退下 愿侯爷 花烛美满 多子多福 是 师父 散工了 散工办 小的放来去桥里 正乌路吹了灯 什么 跟你们说什么呀没 不知道啊 怎么就不知道呢 你让小胖那个傻姑娘 去打听打听 她 她才不是傻子 你到底打听了没有 整屋都吹了灯了 我去不太狂 快去 马上 马上 侯爷还买完睡呢 这屋里也没什么话呀 我们家大娘子晚上好得很 还同我吃了蜜符苏奶花 触了口才安歇的 好 好吃吗 好吃 府里的厨丝比外婆做的好吃多了 不过 樱桃间就没有南北铺好吃了 那我明儿上天 请大卫妇 稍候了点吃 吃吃吃 他们两个哪里像是主仇啊 何该是姐妹才是 没事除了吃吃吃 还知道什么 侯爷这是要干什么 侯爷这是要干什么 他能吹了灯睡下 我也能吹了灯睡下 别灯 别灯了 我也不知道 alle人欠人 wire 阿 爬 UP 童海 worked 时 你们 然 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爷 咱是要回去了 丑失落了嘛 嗯 刚打了帮了 看来我不回去 他是不会过来问一句的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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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